其實我在鄉下的地方長大 不過我去了倫敦 倫敦就是大城市 大城市的生活和鄉下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我來到香港我就發現 都是大城市來的 差不多了 倫敦城市生活 香港這個城市生活是差不多的 不過有大分別 吃東西要用筷子 要適應 最初要適應 最難的是什麼 用筷子 用筷子吃飯 即是最初的半年 不用廣道 因為我都不懂廣道 一生苦廣道 不過一定要開尼撒 你講一部份 你讀英文 那些朋友回答我 我是用廣東話的 九個月之後 我就認識了平音字 我認識 我就開始可以用平音字 我可以用平音字 廣東話 開尼撒 香港是迪神父用了大半生時間去服務的地方 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故鄉 他還有沒有什麼不捨得呢 現在我回去給理士 我都要適應 都要適應 離開了五十五年 我的語言 我自己的母語 我要再適應 我離開的時候 還是一個很熱鬧的教會 但現在不是 其實我也見過 我放假 我回去 那些聖堂 很少人 教會那個團體的生活 現在就 都幾弱的 是的 要 不捨得 就是 比如我們主日的 或者平日的 祈禱 參與 尼撒 有一份的氣氛在這裡 我知道 我也試過 我回鄉下 參與尼撒 沒有什麼氣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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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難受的 很難受的 吃了 吃了都要再適應的 是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中菜的 很多好吃的東西 那裡就沒有了 不過 我在香港就缺乏的 就是鄉下那份的 正的 香港很吵 香港是很吵 粗度慢慢的 你不覺得 我提醒 原來天主 一直是帶我 就是 為什麼會來到香港 是 上主 好像 他一個計劃 來的 就好像上主 對每個人 他說 我認識你的 你未出産之前 我已經認識你 天主認識我 就是說 他對我有個計劃 或者 他已經 預備了一條路 我要走那條路 不過 那條路 我慢慢發覺 那條路是怎麼樣的 我可以留在這裡 退休可以留在這裡 但我決定 還是回自己家 為什麼 我不知道 這是 天主 就 在我的心裡 一個概念 另外 那個新的一頁 會是怎麼樣 我現在未知 但是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是有的